Hello 你好嗎 我是阿貝 這段影片我覺得可以說是我這個頻道 貝由日本的其中一個里程碑 因為眾所周知 牛舌就是我在日本最喜歡的美食 而今天一家我經常吃開的 日本牛舌餐廳竟然找我拍片 說的是雷吉士 如果大家吃開牛舌的話 應該也有吃過 在東京這裡除了雷舊之外 見到最多的牛舌餐廳就是它 雷吉士在東京有超過30間分店 而且開在一些大車站附近 所以還有一間在左近 還有有片有真相 原來我八年前已經開始吃雷吉士了 好 現在終於坐下來吃東西了 這間是第二次來的 上次沒有拍片 但是很興奮 所以這次來的食物一定要推介給大家 現在我配了一個牛舌的套餐 現在就先吃吧 客氣吧 我得知剛剛三月份 你和吉士在新宿東口附近 開了新的分店 我最喜歡新裝修的餐廳 所以今天帶大家去這間分店 Go Blau? 三月份 我餐廳 到達 我們由東口來的非常快 由兩分鐘便到達 便要去B1層 我現在進來坐下了 還叫食店 大家看到新裝修果仍新裝修這間店 真是非常漂亮 設計感十足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目的元素 有些植物 有很多很漂亮的畫作 整個環境真是非常舒服 開餐之前就說一說 何時和其他牛舌的餐廳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打開Menu 你會發現有牛舌以外的食物 現在就是這裡 有豬的套餐可以選擇 很適合一班朋友來 或是家人來 有成員不吃牛的話 都可以過來這裡吃 因為有豬的選擇 但我是牛舌愛護者來 所以今天主力都會點牛舌的套餐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我就很推介你點他的招牌 就是三種類的牛舌套餐 因為這裡的牛舌主要分為兩種牛舌 有赤牛舌和白牛舌 白牛舌就是靠近舌根的部位 口感比較柔軟 它有分薄切和厚切的選擇 而赤牛舌就是靠近舌尖的部位 口感會比較有咬口 有彈性多些 它就是只有薄切的選擇 我點這個面前的三種類套餐 就可以吃光三款的牛舌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試一下赤牛舌 這個只有薄切的赤牛舌 果然很有咬勁 一咬下去會覺得很彈牙 然後非常有咬口的感覺 但是一點都不韌 好吃好吃 而且炭燒味很出 正 現在試薄切的白牛舌 很柔軟 很柔軟 一咬就可以斷了 味道 我明顯比剛才的赤牛舌 但依然保留著爽脆的感覺 很棒 最後就是這個厚切的白牛舌 看看能否一咬直斷 先看看 是可以的 我一口都可以咬斷 所以三款我最喜歡的就是厚切的白牛舌 剛才說過我吃過很多次的牛舌 厚切牛舌每次都很均勻 每次都可以一咬直斷 所以另一個套我直接買了一個厚切牛舌的套餐 其實KC先生這個套我每次來Lagishi 每點的套我都可以直接買這個厚切牛舌套餐 這個是最好吃最好吃 這裡的牛舌全部都是即叫即炭燒 在玻璃窗可以看到師傅製作的過程 在我心目中好吃的牛舌有兩大元素 首先就是一咬直斷 有一個彈牙的口感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炭燒的香味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這個牛舌便是無敵的 在Lagishi的每一個套餐 都會配上一個麥飯 一個小的植物 一個牛舌清湯 和一個山藥泥 我是很推介大家 把這個山藥泥放在飯裡拌來吃 其實一開始我都有點抗拒這個山藥泥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奇怪 但是漸漸泥的 我覺得其實它配飯真的非常之匹配 因為它配飯一起吃 令飯更加滑溜 很順口的感覺 很好吃 而且山藥泥的營養價值很高 擁有很多食物纖維 很棒 這個牛尾清湯 有吃牛舌的你都對它陌生 很多牛舌的餐都會配上 Lagishi這個湯一樣是非常好喝 牛尾和蔥絲 清湯很簡單很純粹的湯 但很鮮甜很棒 最後你還想說 菜單這裡有一個追加的部分是很好 如果你叫了一個牛舌餐 不夠厚 覺得很好吃 你可以再追加 你就可以加650日圓 有兩塊厚切的白牛舌 然後再加300日圓就是薄切的白牛舌 另外你還可以追加豬 有很多款式給你追加的 這次一場來到都想嘗嘗它牛舌以外的肉 所以就叫了一個豬 然後這個就是Losu 還有另一款豬 現在就試給大家看看 我都沒試過在這裡吃牛舌以外的東西 好 現在試一下 這個好像是有辣味的豬 嗯 不錯 好軟 它的辣味也挺厲害 而且它也挺香的 不錯 這個就是這款豬 這個都是寫著有點新口 試試看 我覺得這塊更好吃 因為它是厚一點 然後中間是非常軟熟 有一點肥高的位置 加起來很好吃 可以教大家可以單點試試這個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豚子生蕭 很不錯 很軟熟 嘗嘗牛的蘿蕭 嘗嘗 這個還好 嘗嘗 都是沒有比較沒傷害 牛舌太好吃了 這個就顯得普通了一點 對 如果你們單叫的話 我就推介那個豬多一點 好 現在繼續吃我的牛舌去吧 但總括來說 我的Laguchi最必點推介 都是厚切白牛舌套 價錢真的一點都不貴 只需要2550日 就可以得到六次幸福的命雷享受 這麼快就吃完了 非常之飽 非常之滿足 如果大家來東京想吃牛舌的話 真心推介Laguchi 環境舒適 價錢合理 最重要是可以一口飾斷 他們的菜單都是圖文並茂 所以大家不用怕不懂得叫 而且還有中英文菜單提供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下次再帶大家吃其他好東西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